在东北有五大仙 分别是胡黄白柳辉 而白家仙的本领就是治病救人 而我们村的李宗平就是出马了白仙 医术非常高超 2000年的时候 我从农业大学毕业 跟宋人头一起分配到家乡做农业技术员 碰上了不少怪事 有一次 宋人头得了一个怪病 肩头上长了一个烂窗 看着根人脸湿的 疼得躺在炕上好几天都不见好转 村长带着去县城的医院跑了好几趟 哥怎么也治不好 后来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李宗平一看就知道 被坟地里的蝎子给扎了 随后从药箱中取出了三根奇怪的针 扎在了宋人头肩膀浓窗处 又从药箱里拿出一根箱 靠近浓窗处去制烤 原本现人烧的烟还正常 可依靠近宋人头的肩膀 那阴团就变成了人脸一样 显得极为恐怖 就这样制烤了五六分钟 那丈人脸不断地扭曲变化 我当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响 香逐渐快烧完了 燃尽的香灰落在那个烂窗上面 宋人头显得十分难受 大概感觉差不多了 那赤脚医生将手里最后的一小节香头给扔了 又从药箱里拿出一块布垫在宋人头肩膀下 这才将浓窗处的三根针给拔了 针口处突然流出一股粘稠的黑色液体 与此同时 一股恶臭味弥漫开来 熏得我捂住了鼻子 可宋人头那条淤青色的肩膀 正在以若颜可见的速度恢复正常 随着粘稠液体渗出越来越少 宋人头的胳膊也彻底恢复 只是看上去有些苍白 临走前 赤脚医生叮嘱 白天让他多晒晒太阳 两三天就好了 我看着李宗平离开的背影 好奇地问村长他怎么那么厉害 村长说老李是个先医 家里设了出马堂口 我特别好奇 就让村长给我讲一讲他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 李宗平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住在村卫生室里 有天晚上没什么病人 他就早早地睡下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 窗户上传来一阵声响 李宗平立马醒了过来 果然见到窗户外 站着了一道人影 问李宗平能否出诊 李宗平也没多想 半夜选诊的 多数是有疾病 就赶紧爬了起来 听对方的声音 不像是村里人 就问那人到底是谁家的 出了啥事 对方只回答腿断了 让李宗平快点跟他走 李宗平一听 赶紧拿上药箱出了门 可一出门就看到那人走出了老远 他以为人家比较急 就匆匆地跟了上去 可跑了一会儿 李宗平才发现 那人竟带着他出了村 而且脚步非常的快 这一阵急跑 让年近四十的李宗平 有些吃不消 可走了一段距离 他发现前方根本就没有村子 虽然有些纳闷 但毕竟要救人 就这样又跟着走了半个多小时 来到了一片玉米地 他觉得不对劲 就问那人到底在哪 要是不说 他就回去 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 那黑影停了下来 让李宗平别回去 已经到了 李宗平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总听说有惊有怪的 难道自己真的遇到了 那黑影打了一声招呼 钻进了一旁的玉米地 李宗平见着情景 后背有些发凉 刚想扭头回去 就听到玉米地里 吱吱的有东西叫了两声 李宗平顺着声音望去 顿时被吓了一跳 有一只大刺猬 被鼠夹子夹断了腿 李宗平瞬间就明白了 就是这大刺猬 来找自己出的急诊 想到这 他就不怕了 上前把鼠夹子掰开 那大刺猬显得很疼 但很老实没动 又把药箱打开 拿出绷带和药 给刺猬包扎了受伤的腿 包扎好后 大刺猬动了动那只腿 抬起头来 用那双圆滚滚的眼睛 盯着李宗平 发出吱吱的叫声 像是在窒息 随后一转身 消失在了玉米堤里 据传说 就是因为这个事 李宗平和那大刺猬 结了人 经常能在这白仙的指点下 窒猬一难杂症 还在家里设了堂口 拱起了白仙 这白仙治病救人的事 有很多 口碑也不错 传闻有了自杀的心 就难免会引来 向寻替身的鬼 有了索命的鬼跟着 自杀的心也越来越强 这件事发生在 江苏省南通的一个县城 小丽跟镇上的一个小伙子谈恋爱 因为吵架分了手 但偏偏此时小丽还还了孕 感情是无法挽回了 但这未婚先 让村里人一直对她指指点点 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一度想要自杀 闺蜜小雪经常安慰她 还把她带到了城里跟她作伴 也算是离开了伤心的 小雪在县城租了一套房子 两个女孩住到也没问题 小雪本人爱干净 租的房子收拾的也干干净净 小丽非常满意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也总是形影不离 注意起也就习惯了 这天小丽下班已经十一点多了 上楼的时候 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 仔细一听 好像是在叫她 便回头看去 可身后的楼道空空如也 根本没人 可那声音却越来越近了 好像一直围着她转一样 这可把她吓坏了 突然头顶上传来一声 非常清晰 小丽向上一看 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 正飘在她的头上 顿时就把她吓傻了 反应过来后 大叫了一声 也好在那时已经走到了家门口 小丽疯了一样打开房门 冲了进去 等把房门关上 她还是吓得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闺蜜小雪那时还没睡 见她那么慌张 以为是遇到流氓了 小丽哆嗦着说门外有人自杀了 小雪疼得一下就站了下来 自己家门口怎么会有人上吊 随后一把推开房门向外看去 走廊里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小雪以为小丽看错了 可小丽却说 那女人好像跟她长得一样 穿了个红裙子 小雪让她别多想 洗个澡睡觉吧 洗完澡的小丽正打算上床睡觉 可就在这时候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而且这一次声音更加清晰 明显就在房间里 她抬头一看 又是那个红衣女人 悬在了她的头顶 吓得她又是一声尖叫 几乎整个楼都能听到 刚躺下的小雪也被惊动了 慌忙跑了过来 而此时的小丽情绪已经失控了 一直在尖叫 但房间里确实只有她一个人 为了不扰民 小雪淡晚就跟她睡在了一起 可第二天一大早 还是出事了 醒来后的小雪发现小丽不见了 以为她早起去上班了 可刚想到这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开门的是隔壁邻居 满脸的慌张 说有人在你家门口自杀了 一听此话 小雪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出门一看 果然有个女人挂在了她家门口 而那个女人正是小丽 小雪当时悲痛万分 差点浑过去 她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小丽为什么自杀 难道还没从失恋的情绪中走出来 还是真的有个红衣女人在叫她 好了 我是王德发 陪您跨您